這一台真心不是智商碎 如果你是有用心使用起來的話 就是這個樣子 你就會感覺眼周肌膚 還有臉頰部分是被提拉起來的 臉頰就不會感覺那麼下垂 像是我老公臉頰痘痘的問題 也得到很大的改善 重點是目前他只有使用一個月的樣子 就有這麼大的收穫囉 嗨 大家好 我是NICO 歡迎你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最主要我想跟你們大家分享 近期近期非常夯的美容一氣 就是這一台奈敏微電流頸膚儀 我知道你們大家對於這種居家保養的美容衣 都會有存在很多的疑惑 到底有沒有效果 作用如何呢 尤其就是當你去找過這一類型的評價影片 或是評價的好用跟不好用 還有它實際效果是如何的心得的時候 你就會想要更深入更深入的了解它 這台儀器為什麼有這麼厲害 那你打開收到的時候 你就會先看到有一台主機 然後呢就是還有一罐 它隨附的專用凝膠 然後充電線 還有使用說明書 那主要這一台奈米微電流頸膚儀呢 它的核心就是在於奈米微電流這個區塊 它是一種非常低的電流 它可以模仿人體的自然生物電流來運作 就是非常有流線感 非常時尚有科技感 那它最主要就是這兩個探頭在做運作的 就是要肌膚靠近這兩個探頭 那而且它的設計大小很方便 它就是一個手掌心這樣大小 那你就這樣拿著這樣按摩這樣使用 我覺得是非常方便攜帶 而且你出谷啊還是放在包包裡面 其實都可以使用它 那你在使用之前呢 首先要確保你的臉上是乾淨的 沒有任何水分 然後呢在塗上一層它專門使用的凝膠 它這個凝膠呢是導電凝膠 它可以確保微電流可以更好的傳導 你就可以選擇適合自己的當下的模式 然後呢輕輕的就是滑動儀器在臉部 輕輕的就可以了 那每次使用都是大約在10分鐘左右 我自己通常會特別注重在下巴啊 輪廓這個地方就是面部 還有就是撞下巴這個地方 我會非常非常注重在這兩個區塊 還有眼部這邊要去 眼肌這邊要去提拉 讓它眉毛不要那麼的下垂 每一次做完這個療程 就會感覺到皮膚變得更緊緻 它的細紋呢就會比較淺一點 不會像剛開始那麼的明顯 它整體看起來的氣色啊 還有光滑透亮感 就是真的完全有提升起來 那這個比對圖呢是我使用一個月之後的效果圖 可以看到啊皮膚的彈性和緊緻度 其實都有非常明顯的提升喔 它細紋還有皺紋也有很大的改善 它這一台呢可以連接手機的APP 它裡面也可以針對各種肌膚的需求 還有美容的教學影片 同時呢它也會直接串聯到你手上的這一台儀器上面喔 所以它你不管你是選任何模式 它每一個模式裡面它所幫你分配好的電流的能量 每一個模式都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在肌膚上移動在使用的時候呢 你感受度也都不一樣喔 那一定要去連接手機上的APP才能做使用嗎 其實沒有喔你剛開始旁邊這個按鈕 這個地方有一個凸凸的凹凸點 這個按下去 這個開機直接用在肌膚上面的時候 它是自動模式 它裡面真的非常多 那如果你是眼睛早上起來啊 跟我一樣很容易水腫的 它也有就是消水腫的模式 就是減緩浮種啊 還有改善你的肌膚疲憊的狀態 我覺得這個都非常棒 那另外呢 我剛剛有提到的它有一個護膚計畫 它裡面就是有度假的保養 就是10天 它並不是說每天每天都有 就可能今天做完 明天休息 那下一天就是開始又有課程 那就是再休息一天 就是必須要讓肌膚有一個適當的緩衝時間 這樣子的狀態才會是最好的 那另外很特別是它還有 婚前保養這個模式 就是你要結婚之前想要打造漂漂亮亮的肌膚狀態 還有你剛開始 剛購入它的時候 你也不用擔心害怕說 我完全不知道該怎麼使用 那這邊的話就是有這個 新手計畫 像是我先生它的臉頰這邊 就是痘痘坑坑巴巴的比較嚴重 所以我也是請他嘗試了 用用看有幾種模式 那可能肌膚有痘痘的情況下 是可以用的 但是不要在那個長痘痘的地方停留太久 因為每個人的肌膚感受度不一樣 如果你自己在使用的時候 有點刺刺的感覺 那就是快速的滑過去 不要停留在那邊太久 因為它雖然APP上面 它會有一些教學影片 但是創始人呢 在影片中也有講到 不一定要按照它的方式去做 那只要步驟是由內向外 由內向外 由下至上 這樣子往上 基本上都是不會出錯的 那如果有些你是想要 針對它加強的 你就可以在這個地方 再多滑一個幾次去加強它 這樣子效果也都是不錯的 我早上就是用了它之後 我覺得肌膚保養品 還有上妝的持妝度也有差喔 多多少少還是有差喔 但是最基本的就是肌膚保養也要做得好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那這一台奈米微電流錦夫衣呢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非常值得投資的一台 美容家電小物 不管是短期即時的那種拉提效果啊 還是長期的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的明顯 而且你自己就可以感受得到 那個階段的變化 我有花時間投注在這台機器上面 在自己的肌膚上面 是有價值的 你就覺得完全不會失望 如果你剛好也是有在尋求 想要讓肌膚的質感提升 還有肌膚的老態不要那麼明顯 可以當作成是日常保養的話 我覺得這一台是非常值得 讓你列入考慮的 那如果你使用這一台沒容易 有任何問題 歡迎請在影片下方留言給我喔 那我會盡快找時間回覆你 如果你是一個比較害羞的也沒有關係 你也可以發私訊來詢問我 任何問題都沒有關係 那影片下方呢 不要忘記訂閱加分享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